那我们就先开始吧 已经1点32了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各位观众 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讨论 我是Parasite公交项目策展员李安琪 也是这次联幕展览的六位策展员之一 联幕呢是我们和Parasite和瓦特美术馆 最近的一次合作项目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五月份开幕之后呢 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线上的活动 今天呢很开心呢 邀请到我们展览中的几位艺术家 以及一位特邀嘉宾 来聊聊我们展览中的几件作品 以及特别重要的一个 一个我们策展时的一个思考吧 就是联幕这个展览里面的女性主义是什么 那今天我们有参展艺术家胡颖萍 她在北京和我们一起进行了现场连线 颖萍和大家挥挥手 Hello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们的艺术家张爽 张爽现在人在旧金山 Hello 对 然后我们今天还特别开心 邀请到了梁嘉丽 然后嘉丽会为我们介绍 Chanel Arkerman的作品 嘉丽现在人在塔林 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我们首先会请各位艺术家和我们的嘉宾 介绍一下展览中的这三组作品 然后在后面这个20分钟半小时左右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对谈 大家会根据我的一些问题 就是更加的去讨论女性主义 在她们作品中的重要性 和她们创作中的重要性 然后最后呢我们是会把这个提问的空间 给到我们的观众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Zoom有一个功能 是留言 是一个叫Chatbox的地方 可以把问题留在那里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把这个 就是说话的机会 直接给我们的观众们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到时候直接 把自己的精英关掉 直接向我们的艺术家和嘉宾提问就好了 因为这次展览 在疫情期间发生 所以其实我们的艺术家和嘉宾们 也没有到香港看到这个展览的空间 所以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些展览 我们开幕 然后以及一些就是作品的这个进入拍摄 那展览 我们和外海美术馆的合作呢 是也是一次远程的这样子 一个切磋 一个项目的一个交流 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 联幕只是在香港 有两个空间 一个是在Parasite自己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开幕的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热闹的 那联幕也是 我们和外海美术馆在一起讨论 联幕它本身的一个社会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多种多样的一个角度去探索 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去讨论 各种语境的一个可能性 还有就是在香港上缓的空间里 我们有第二个展览空间 这里可以看到更多更大型的一些装置项目 那首先我想请到影评 胡影评是1983年出生于四川的一位艺术家 他现在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那今天影评在北京和我们连线 他其实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场地 影评不如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现在在哪里 以及这个项目 就是在Parasite展示的项目是什么 好的大家好 我是那个胡影评 不好意思啊 因为是这样 我今天是那个小方那个pop up store 然后在那个北京时代美术馆 这边一个野生艺术节我们作为品牌方 然后过来在这个美术馆里面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戴着那个口罩 然后我后面就是那个胡小方pop up store的那个我们的一个那个店铺的一个墙面 对 然后 所以 所以我这边可能会有一点点场 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影评 那影评在联幕的展览中展出了小方这个项目其中的一个部分 小方这个项目其实是从2015年就已经在发生 大家可以看到在Parasite这个展览中呢 是展出了一组这个隔离带 那隔离带上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字 然后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这里可以看到没有核酸检测 孩子过年都回不来了 疫情期间出门 请扫健康嘛 然后 这个是给大家看到了一个就是整个场域的一个空间感 其实是当观众到达我们这个上环 上场上环的这个展示空间之后就必须要走过这个隔离带 才能进入到展庭空间中 还有更多的比如像说一天来了宴席都不让摆了 那其实隔离带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常见的一个去 让人就是更有秩序 然后在疫情期间也是更加的去就是强调这种隔离感 这种社交距离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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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生活物件的一个装置吧 那我想问问影评是什么样子一个契机让你的这个小方项目中有了这样子隔离带的一个创作 因为那个小方这个项目当时在在疫情刚开始之前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很多货物都有点发不回去了 然后但是在我们小方会所里面有几百种线 然后就让阿姨做 但其实当时大家都是独自在家那个隔离嘛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能聚集去制作这个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就去那个会所领了一些毛线 然后自己在家里制作 所以当时我们那个街道也好 然后他们那个很多这样的一些标语和这样的一些隔离的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的工作方式啊 像阿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说 他们就做他们日常身边的一些东西 然后像这个标语的话 其实是他们自己说的一些话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一些话和语言 就吃在了这些隔离带上 对的 还有一个就是给不了解小方项目的朋友们一点这个背景情绪 那其实影评不是这些隔离带的制作者 也不是小方这个项目里执作的这么一个创作者 但是影评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自己在这个小方项目的角色是什么样子呢 以及为什么这个项目是叫做小方 然后是如何在这个2021年这个期间 这个项目的创作是由阿姨在主导 是这样的 那个小方这个项目如果 它是从2015年开始的 然后到现在2021年的话 应该是有六年多不到七年 七年的这个时间 然后我在我们 我包括我们那个整个小方工作室 在这个项目里面的话 我们的角色特别像一个牙签 然后整个四川小镇的阿姨 他们的角色是一个水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的方式是 就是我们用牙签去戳一下这个水母 因为水母它在那个 它是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这个环境下生长 你用一根牙签去戳它以后 它就开始各种形状 然后就就不太一样 就就有它的形状 然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和这个 这个语境它实际上特别像一个大海 它有一点点蝴蝶效应的这种这种这种带动的结果 所以当我们拿这个牙签去戳了一下这个水母的时候 水母就开始发生各种姿态的变化 然后其实也引到了就是海里面各种就变化 包括他们整个小镇 包括我们合作的品牌 包括我们就是美术馆收藏家 甚至一些就是大众 然后也包括一些就是各种社会的各种上流中流 然后各种流的人都跟这个项目在这七年间 六年多七年间发生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关系 然后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发起者的话 我更像一个观看者 就是在看这整个变化和发生的这所有的事情 是一个观看者和记录者吧 那我还想请你多深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你和这个就是水母一样的这个阿姨们 就是这些创作者们 你们的关系又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那是如何把他们邀请到这个项目中来 就是我还是想请你多讲一讲 就是背后的一些故事 某种情况其实是不需要邀请的 因为实际上我做的工作其实更多是在做这种 我在做一个虚拟的商业环境 但这个商业环境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虚拟的 首先就是我们虚拟的法国一个公司 一个文化然后产品公司 然后去以法国公司的名义再收购这些四川小镇阿姨的帽子 当然一开始是我去收我就找了一个朋友收购我母亲的帽子 但一个人面对一个人这样的这种这种设定是OK的 但是当一个人面对整个小镇的阿姨这个设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国内的品牌 然后他的那个母公司是法国的公司 然后这样来跟阿姨产生一些合作或者是交易 而这种交易都是非常真实的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交易 所以我们实际上还是通过小方也好 胡小方也好 这个品牌也好 其实我们在做这整个虚拟环境里面的这个工作 明白 你也更像一个中间人 就像你说的 你做到这个牙签的工作去促使阿姨们 去对一些一些选题啊 或者是社会问题啊 或者是一些他们当下的所思所想 就是表达 那影评我还想跟你聊一聊 因为我们在就是一起畅想说这个展览里面 我们要展小方哪一部分的时候 包括如果我们当时几乎确定可以展就是隔离带的时候 我们在想这个内容上就怎么去控制它 所以当时我们有想到就是告诉阿姨们 就是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会到香港 就是会有香港的同胞会碰到 所以阿姨们就是根据我们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一个框架去进行的这些回应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些 在外遇到事情要冷静不要慌 这就特别像我爸会跟我说的 然后还有更加这种 有关怀的就是就是很像妈妈会跟你讲说你要记得打新冠疫苗 就是不能喝酒 我们有很多现场的观众看到这个这个隔离带之后就觉得 哎呀就是觉得很摸心 或者很像家里人在跟你进行一些就是很异常的提醒 还有这个在外面打工要多注意根体 还有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快有同事要看哭了 你看妈妈觉得很自豪 就这样子一些表达 其实我们并没有给就是在最后创作阿姨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 一个就让他们去具体的血尿在隔离带上去表述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情感 但是我们只是给了阿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框架 所以我想问你在和阿姨们的这沟通中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就是无论是当你把这个在香港展览的这个信息传递给了过去之后 还是说你之后阿姨这样子一个沟通过程的感受吧 是这样子啊那个我因为还没有拿到空间那个现场展览图片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回馈给他们就是已经这个展览已经做了 这是一个但是这个就我实际上我的工作就是之前是我们告诉他 我们在会在香港做这么一个展览 然后就是让他们把对这个香港的疫情也好 或者是对疫情本身的这个感知 然后那个让他们在上面再继续做的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就最后呈现在就咱们的那个紧接条上面 坦白讲因为这一个板块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收集吧 就收集过就是母亲愿意对孩子说的一些话 叫妈妈说我们之前有做过这么一个系列 其实要说香港本身对这个小郑阿姨她的本身 有一个多么熟悉或者亲切的感觉 其实是没有了在他们眼里她那个香港只是一个外乡 或者是一个外地的概念 所以她站在她她站在她自己的角度的话 她就会以她一个母亲的身份 或者是以她自己对疫情这种感受 更多是站在这个角度去说的 因为他们对香港的理解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怎么讲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意识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定位 就这种定位就跟咱们讲的不一样 可能是只是一个名词上的这么一样 所以他们自己做的的话可能更贴近于他们生活 比如说他们觉得香港那边的疫情是怎么样 那他是没有办法去深入去认知的 但是他对疫情对他的子女是怎么样 他这种可能是会更亲切 或者是更符合他生活的里面的一个东西吧 所以我并没有在内容上去限制他 他们就自己去说他们自己想说的内容就OK了 对包括这种表达上的自由度 我们比如选择材料上的自由度 就是各种毛线啊 然后颜色啊 或者这样的搭配 是完全由阿姨们决定的 所以其实在展览现场 我们一共展示大概20条左右这个隔离带 其实有很多阿姨都参与到了这个创作中 所以你看到每个人可能他们这个风格啊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无论是说话的语气啊 还是说评浅出来的这个颜色造型的组合 但我觉得刚才这个影评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母亲的身份在整个创作中都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其实就是来自影评就是老家的这个阿姨们 其实他们都是在这种都是几乎是退休的状态的对吗 都是预有过儿女 然后在自己的家乡 现在在一个比较就是可能五六十岁年纪 然后大家可能更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更有时间去探索一些新的生活可能性 对就是但这里面他像这样的我们在小张阿姨 这个群体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认知了 那有我认识的有我不认识的 这里面其实一半都是在家为自己的子女带小孩的 这一部分阿姨就是还有一部分他实际上是之前在那个城市里面务工 然后他达到一定年龄以后没有再有做过的单位去在在在使用他 或者他实际上是我感觉更像被城市遗弃的一群人吧 然后可能就是他花了二十年赚了点钱 然后在小镇再开个小卖部 然后这样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维系一下家庭的生活 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年轻妈妈喜欢孩子以后 然后就自己在家带小孩 然后就照顾老人这样子 基本上是一个家庭结构上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已经能很强烈的感受到 就是女人在这个项目中的重要性 以及她们所代表的她们独特的生活经历 那这个我们可以到之后就是进行讨论 在实际的往这个方面多讲 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张爽 请Stella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她的作品 Stella是出生在北京的艺术家 然后之后在日本留学过 然后目前呢是定居在美国 是散布大学的客座教授 Stella的有两组作品 在我们的这个展览中呈现 一组作品是零试点8123 然后这是在我们上环的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到更多的 这个现场的图片 是有一个 我们只有两个角度 是可以去 Stella的这一组很大型的 这个墙地上的装置 然后另外一组是在 Parasite我们自己的结局充的空间中 大家可以看到Stella的这一 这一件零试点8-13 Stella可以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作品和你平常的创作吗 好的好的 这一次这个作品呢 它是我的一个系列作品 就是零试点 这个系列其实有很多很多件 这是其中的两件 那其实零试点这个系列作品 在我的整体的创作时期里面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 其实也是一个转折点吧 因为从大概十几年前 十二年前开始 我觉得陆陆续续一直在做零试点 它是一个就是一点点递进的一个创作过程 那么像比如说 这两件作品 你能看到它基本上是用一个 就是用布 材料上是用布 在Canvas上有那种隔裂撕扯 然后用不同的 用缝的方法 钉的方法 然后一层一层的用胶固定 然后之后再用一层层颜色 去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 当然从里边的这种视觉效果 你能看到很多机理 也能看到它甚至有一些这种3D的 因为里面填充了很多不同的这种有弹性的东西 实际上这些作品呢 都是因为我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是跟我的这种年龄 跟我的这种人生经历 包括从中国到日本 再到美国 就是经历不同文化以后 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 就是我是谁 有很多慢慢我自己的这种关注点 就是聚焦于自己本身 就是自身的这种身份问题 性别问题 包括逐渐对这种更深层的 就是这种社会的权力结构 它很多这种关注点 然后促成了这一批作品 实际上我现在还在 陆续一直在延续着做 那么这些作品呢 很多的这种就是表现 是从一个身体的一个角度去表现的 比如说你能看到这个作品 它很像身体一部分的一个肌肉 或者是它是一种抽象语言 但实际上又是一种 有一种疏离 又一种介入的这种感觉 在这个整体过程 这个制作过程里边呢 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释放 就是从这个布开始 在这个Chamazon 拿这一刀开始 然后我用布一点点延伸出来 去拉去扯 去封它 去用胶凝固它 那么好像是一种 就是身体本能里边 内部的一些能量 你想发 但是同时被一个 就是很有弹性 又很坚固的一层层东西 包裹住 就是封住了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 一种现实社会里边 一种心理状态 能从身体这个角度 我觉得是 当然每个艺术家来讲 他做作品都有 他自己的这种侧重点 之所以选择 从身体角度去来做作品 我觉得身体本身是 它是有一种智慧的 对于我们来讲 它本身它集结了 好多这种就是感知 或者是情绪上的 甚至是这种 就是各种搜集信息 就是人最可靠的 一个信息来源吧 它是作为一种 创作媒介 然后是我自己 通过身体的表达方式 和外界的一个连接点 那么像这个 像这个作品 能看得完全是黑的 因为黑本身 它是一种 有一种暴力的暗示 那当然有不同的光的时候 它有一些这种 就是影子 还有光线的这种反射 它其实有一种疏离感 有一种冷 冷的这种 就是暴力的这种暗示 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 这种生活里面的这种变动 不管是从 当然这个作品 我是2015年做的了 但是到现在 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心理状态 跟我现在 还是很吻合的 因为对这种 很多这种 不可知的 这种 不可预测的一些 事情发生 比如说你会 感到很恐惧 或者感到一种 就是孤独感 或者是一种暴力 就是在这种 你静下 你的心态是 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你用 你的作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表达自我 表达自己 就是对这个社会的一个 一个回馈 或者是一种 就是一种记录 或者是一种反应吧 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 就是在这个 这种就是 很沉重的一个 大时代背景之下 其实就是远离 这种喧嚣的状态 然后变成一个 很独立的一个思考状态 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像今年 我们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疏离 感觉到这种孤独 恐惧 不可预知 就是只有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可能才能更清楚 看清自己是谁 可能对生命的这种认识 可能会更深入一些 因为有些事 不是我们可以逃离的掉的 像这种 这一两年面临的 这些所有的问题 几乎每个人都是 不得已必须的面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说 要用作品去 表现我们这个时候的 这种心理状态 当然像这个 这个零食点 这个系列 有很多是在一个社会语境和这种女性性别的这种议题的重叠的一个交错的一个表现方式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作品 当然我自己是有很强的这种女性主义的表现意识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表现东西他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在一个重叠语境里面并不是说我只关注一件事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和所有的事情都有连接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单独的去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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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视角不能是很孤立的去看你这个世界 所以像我作品我尽量让他有更多的这种发散可能性 比如说是表现性别表现这种女性意识 但是同时呢我可能更在乎的是这个作品背后的就是更本质一点的就是对权力的一些发问 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就是比如说男性凝视也好 或者就是男权社会里面这种话语权也好 那么它是一种就是无孔不入的一个现实 那么如果是你女性她慢慢这种主体意识就变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一个主体意识的时候 你会考虑那什么叫女性凝视呢 就对身体的凝视实际上是一种也是一种就是自我的一种关照 那当然这种女性凝视并不是说简单的就是男性凝视的一个一个简单的一个翻转 其实她里面这种凝视就是本身的她的这种主体性 还有她的这种女性欲望的一种强调 她也不是单纯的一个简单的欲望而已 她是一种包含了很多文化或者心理层面的 就是甚至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诉求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讲这些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可以很笼统地去讲 她就代表了一类人或者是某一个女性主义或者女性艺术的表达就代表了一堆的女性 她实际上只能代表一个个体 只有个体的东西实际上才是最真实的最生动的 所以我是尽可能用自己的视角去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抽检博斯的一个过程吧 去纯化自己的语言把所有的这种精力能量集中在就是自己想表达的这个内容里面 其实艺术语言它是综合的就是材料也好或者形式也好 它都是辅助于你的你的这种感受 所以我觉得看一个我自己的作品实际上就等于在看自己的一个经历 一个自己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个大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经历的这种过程 实际上都是作品背后它支持你这个作品的一个系统性的语言 那会不会在创作比如说这个五六年之后再重新看这一组作品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呢 会的因为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品它实际上它指它是记录的当时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对你自己或者对社会的看法 你的这种关注点角度是一直在变化中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变 而且有时候变化是非常之快 你根本就措手不及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联想到很多新的内容进去 那当然我做作品 我也是希望我这个作品能提供一种就是这种可能性 给自己或者给观众提供一种联想 也是一种就是自己舒缓或者是疗愈的这种 就是面对的这么多的一种焦虑 用一种方式去舒缓自己 或者给别人一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吧 所以你会每次看到新的作品的时候 原来的作品或者新的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以点带现的一个连贯性的东西 但是虽然不同 但是它是一个过程中的其中的一个点 都是其实都有联系的 说到这我其实还特别想要 你跟我讲一讲就是 就是很关于物料这方面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是很多年前看过 《文气点白色的》那一种作品 那一种就是给人 就是非常柔软 非常就是像那种 刚刚新生刚出生的那种 很很纯洁 很有可能性 因为它是整个 就是以白色的布为主要的就是 直接看到这种视觉材料 展现在你的面前 那在这组黑色的作品里 我其实是在香港也是第一次 就是真的是近距离的接触到 就是你在选择就是用这个吸浇灌的时候 就是你怎么想到用这样子一个材料的呢 因为用布对我来讲呢 我觉得是非常亲切的一个材料 就是它有这种可塑性比较强 而且布本身 我选择的布大部分都是比较接近身体的 比如说我们做内衣的布 或者是非常平凡的 没有任何装饰 没有就是基本上被大家忽略的一些这种 日常的这种材料 这种布 因为它的这种 跟身体的这种接近的程度 有时候让你 尤其在制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像在抚摸你的皮肤的那种感觉 像你说到的那部分 那个白的作品 实际上我是 做那些作品的时候 我是特别 就是想强调它的这种自由度 因为白本身 它的颜色是一种往上走的 是有一种漂浮的感觉 而且白造成的在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光线下 那个白的影子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同一个作品 不同的光线下 你会看到 它表现的这种表情是非常不同的 当然 同时就是 就是这个一个颜色 单色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很minimal 就是基本上 多余的东西我都不要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去修饰它 这样你会直接就会 就是比较容易接近你的核心 就是你这个作品要表达的内容 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在我做用布去 或者用其他材料去做作品的时候的一个 等于是自己的一个 一个特别追求的一个方式吧 就是尽量把自己的语言提纯 不管是用最就是平凡的材料也好 或者是你用过的材料 就是一些这种recycle的东西 它里面本身的故事性 它的这种就是含 它内含的一些这种信息 可能会在 就是很不敬意的时候 你可能在制作的过程里面 一直在提醒你 它很多这种自己可以出来的一种能量 就是在过程里面一直在往前 就像泉水一样 一直在往前 一直在往上冒 所以我做作品的时候 用布 我觉得一是我对布 我特别 就是手感上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比较亲近 再有就是它的这种 可塑性比较强 因为我原来是学2D的 后来就是变成3D 因为布里面它可以填充 它里面的这种弹性非常大 那如果你做过3D以后 你再回2D 你会觉得好像就已经 就好像这个语言就不到位了 不是说不对 而是说不够 所以布 就是它有这种可能性 让我一直在里面 一直在挖掘 当然它的这种挖掘的可能 就可能你今年和明年做的作品 它可能这种方式会不一样 但是它有很强的 就是跟个人性有连接的东西 所以我可能会持续用布 但是用的方式可能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了解了 对 说到这一点 说到布的这个可塑性 我也是在就是展览发生之后 再回头看 就是比如说在艺术家的选择 就是策展上面出去 回头看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 选到了很多艺术家 一些是女性艺术家 真的是以这种柔软的布料 作为策略品在创作 还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 一个出发点吧 因为似乎这样子 这种柔软性 不仅吸引到了大家去 以它为主要的媒介去创作 而且像马上我们接下来讲到的 Santa Arkerman 她其实是更加是一位 影像的艺术家电影人 但是她也把这种柔软的布料 已经用到了 沿用到她的这个影像的装置中来 那我们下面就请嘉莉 为我们介绍一下Santa Arkerman 嘉莉是毕业于北京大学 法语系的一位电影人 现在正在欧洲读电影硕士项目 然后今天是很开心 嘉莉可以在卡林 加入我们今天的对话 那嘉莉 那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展览中 Santa Arkerman的这件影像作品 好吧 OK 没问题 我可以共享屏幕吗 好 我来 OK 那在共享屏幕之前 我可能给大家先看一下 这件影像 在我们空间里的这个装置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空冰箱里 走在自己的携带旁 这一件作品呢 是一个双屏 投影 在最大的那个墙面上 是一个 是一组影像 然后是分为两个屏幕 那在这个作品之前 我们有一个很柔软的布料 然后这个布料上面 有另外一层投影 然后这个投影的内容 我们就请嘉莉给大家说了 所以其实在 观看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种双层感 然后是可以已经同时 在两个不同的信息上 去流动的 那我来把屏幕交给嘉莉 可以看到吗 可以的 对 然后那我今天就简单的 先介绍一下克曼的生平 因为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电影人 然后 他是1950年出生于 比利时的布鲁萨尔 然后2015年10月的去世 然后是疑似自杀 他经常被称为 就是女性主义电影作者的代表 因为他25岁就完成了 就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 《阳纳迪尔曼》 他被称为是女性主义电影史上的 一个代表性的里程碑 但是湘塔尔他比较有意思 他一向是拒绝任何标签 他非常不喜欢大家去称呼他为是 女性电影作者 或者是 gay filmmaker 或者是犹太电影人 他 这是他采访中提及的一段话 就是他25岁的时候 第一次看了布雷松的电影 是一个乡村牧师的日记 他说他看到了那个牧师的耳朵 他一直看着那个耳朵 他觉得当他在凝视这个耳朵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就是所有的这些标签 比如说天主教电影作者 或者是犹太电影人 这些标签都应该被扔掉 因为这不是事情真正发生的地方 这是他对于标签的一个拒绝 然后这是他25岁的时候拍摄的《阳纳迪尔曼》 今天我选的背景就是厨房 厨房是湘塔尔非常关注的一个空间 因为它是可以说是女性活动的一个日常的场所 历史上有很多男性的电影作者 他们用很多宏大的趋势 他们描写战争描写政治 但是很少有人就是真正的去描绘这个属于女性的一个场所 这部电影它花了大概三个半小时 就是描绘一个女性的日常的一些琐碎的细节 她在厨房里怎样削土豆 她整理床铺 给儿子念信 然后最后 但是她有一个隐藏的身份 她是一个妓女 然后影片的结束 她杀死了一个嫖客 因为那个嫖客带给了她第一次的性高潮 对于她来说 这个高潮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意外的事件 打破了她日常机械规律的生活 所以她对于这个高潮的拒绝 也是她女性的最后的一次反抗吧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部作品是1977年的一部纪录片 叫《家乡的来信》 在这部纪录片里 全篇的话外音是香塔尔在朗读 她母亲给她写的信件 然后影片组成的镜头 就是纽约的一些空景 另外一部代表性的作品是 2005年她的一作叫《无家电影》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 她和她母亲的 在厨房里的日常的一个对谈 然后包括她跟她母亲进行 视频聊天的一些画面 对于香塔尔来说 母亲算是她一生中创作中核心的一个母题 这是她自己的一个filmography 她简短的评述她每一部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她对于她这几部作品是这样描述的 对于《朗纳迪尔曼》 然后她并不是她后来的所有创作 都试图去不去重复这件作品 然后对于家乡的消息来说 她始终没有摆脱母亲 因为《朗纳迪尔曼》一定程度上来说是 她的灵感源自于她母亲 她母亲的形象 因此她塑造了《朗纳迪尔曼》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还有一部作品叫《安娜的旅程》 你看她这边说的是 Tell me you love me 上到 就是她母亲对她说的 告诉我你爱我 然后我们之后会展览中的这件作品 是关于香塔尔 她的母亲以及她的祖母 他们是一个犹太的家庭 香塔尔的母亲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但是她的祖母是在集中营中不幸去世的 所以说关于大屠杀 关于集中营是他们家庭一生的一个悲剧 是一段很痛苦的不可言说的一个历史 是我们在香塔尔的一次采访中 她提到她认为她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她对于香塔尔有无尽的一个疯狂的爱 她也非常爱她的母亲 但是她最终意识到她的母亲 没有办法去爱任何人 她只能爱自己 即使她去爱自己的时候 也不能完全的爱自己 因为这是她在集中营中学到的 唯一的一个生存之道 去爱她自己就是尽可能的去生存 这是某种力量 然后对于香塔尔来说 她这一生都几乎是 她经常提及的母亲跟女儿 她这边的采访中她提到说 我一直 仍然是一个女孩 我一直认为自己 仍然是我母亲的女儿 一直到了最后 她失去了母亲 她的母亲在2014年去世 香塔尔在2015年去世 所以这中间隔的时间非常多短暂 相当于说 吴家电影失去了她的母亲 她的电影就像失去了一个寄居之地 没有了母亲 她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延续她的创作 另外的来说 我们提到这件作品 因为香塔尔她一生创作了40多部电影 后期的话 她有很多的作品都是以装置的形式出现 这对 然后她提到就是装置对来 她来说是相对于说比较自由的一种创作方式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的传统的 比如说fiction虚构类的电影是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流程 很复杂的流程 她是一个团队合作 你中间要经历很多很多的 包括资金 包括各方面的压力 但是对她来说 她觉得装置是 It's free of all the burdens of cinema 她把电影中所有的那些沉重的负担 她都从中就是解除了那些禁锢 她可以独自的创作 这是一种家庭式的一种手工式的 一点一滴的在影像的处理过程中 她看到一个作品慢慢的诞生 慢慢的成型 然后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到 就是这次在香港展出空间的一个实体情况 我只看到了网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知道这是一个双屏的作品 但是中间是有一个透明的一个脸幕被隔开 我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就相当于说 因为她的这一件作品的核心是一本日记 这个日记的作者是谁呢 是阿克曼的祖母 是阿克曼母亲的母亲 她在这个日记是她的祖母在15岁的时候 用波兰语写下的 实际上是用波兰语写下的 然后在视频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那个黑白的影像 是香塔尔和她母亲之间的一个对谈 她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她的母亲 她让母亲去用波兰语 就是念出这个日记的内容 然后他们之间发生了对谈 然后再把这个日记再翻译成法语 所以相当于是这么一次对话吧 然后日记的开头 她提到了这个15岁的波兰 这个15岁的犹太裔的小女孩 是这样说 我是一个女人 因此我无法 是这样的一个开头 所以说整个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段 几乎是非常沉重的 属于这个家庭三代之间的一个悲剧 所以是被这个透明的莲幕隔开 我所理解的就是 这一层莲幕相当于是观者和 那段历史之间的一个屏障吧 因为所有的悲痛 大屠杀的记忆 这些往事是 这种悲痛是不可言说的 即使是透过图像 透过文字 我们依然是有一层距离 我记得还有另一部电影 是索尔之子 当年是拿了甘娜的金棕榈 整个片子的处理方式 也都是前景深 就是焦点是 整个的焦平面是非常的 非常的窄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黑白的影像 它也是 它的焦是非常模糊的一个影像 它的焦点总是不清晰的 我觉得 这种的处理 这个焦点的选择 包括于通过这层 荧幕隔开 就相当于是 香塔尔 他通过个体的一个经历 经验 这个三代人 母亲女儿 之间的一个关系 来阐述那一段 不可阐述的历史 他在这边也提到 这是香塔尔自己写下的一段 对于这个装置的一个阐述 他有提到说 一个透明的迷宫 是 以及在黑暗之中 是第一次亲密的 面对面的 属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一个交流 他们试图去重述 那段 他祖母在 他15岁的年纪 所体会到的各种情感 然后 另外的话 就是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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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他母亲 跟他自己的 之间的一个联系 我觉得 亲密在这边 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 一个词语 就是 他一直是 试图去用一种 非常亲密的姿态 去呈现 他跟他母亲之间的 这种距离 他是 就像刚刚Stella提及的 他对于女性的这种凝视 一种平等的 来自女儿 对于母亲的那种凝视 是 充满了关怀 充满了爱 是极度亲密的 所以这种亲密感 在关注凝视这件作品的时候 是可以 非常 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的 所以 安琪你可以给 如果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作品的 另外的一些细节 关于 那个 他们那些对白 没错 好 那我现在 我这边来分享一下 这个评论 对 因为 版权的原因 很遗憾 不能在线上 给大家播放这个视频的 简选 但是 我们和 阿克曼的画廊 然后 就是取得了这个作品 波兰语本身的这个 字幕 然后我们 有这个英文 然后翻译成了中文 所以可以给大家 简单地看一下 就是 这件作品 刚开始的这么样一个 阿克曼 阿克曼和他母亲的一个简单的对话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 阿克曼有这种 就是 邀请式的 然后 跟妈妈说 我们现在在进行 一个拍摄 然后母亲 我们在做什么 他就 也是在一个 就是他们居家 这个domestic environment 里 就像 加利提到 这是他电影中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总是在我们 其实非常熟悉 然后非常 经常能看到 女性 活动的这样子 一个 一个位置 然后 阿克曼之后 又再和妈妈 非常 循序渐进的 然后提到 其实我们在家里 发现了 祖母 这个 波兰语写的 这个 青年时期的 这个 一集 对 然后 母亲也是非常 温柔的 在跟她讲说 那我们就是 一起坐下来 看一看 所以他们之后 有非常多的 这种 名语之间 在讨论 他们上一辈 青年的 这个 对人经历 同时有很多 就看到一些 具体的文件之后 他们有一些 这种 牺牲喜的 讨论 带着自己个人 就是 逃出他们 作为 祖母的 女儿 或者是 女儿的 母亲的身份 在讲自己 个人的一些 经历 就像刚才 嘉莉也讲到的 我如何去生存 如何把自己 看作一个个体 也是 阿克曼电影里面 经常会 会关注到的 因为其实 我们带着到 自己的生活中 有的时候 可能 我们讲到 女性 他们这种 我们这种 社会 身份 变成了非常 经常去讨论的 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作为个体 这样子的讨论 是有什么 是会被 公示掉的呢 对 所以就是 这里简单给大家 展示一下 作品 刚开始的 这么样一个 简单的对话 那如果我们今天 现场 就是 Zoom的朋友 还是欢迎大家 去Parasite的现场 去欣赏 整个影响 那时间 现在到 目前 我觉得我们 可以进入到一个 更加讨论的环节吧 那其实我的第一个问题 还是 宠宠给嘉莉 因为 你今天作为 我们的特邀嘉宾 其实在介绍 阿克曼之外 你自己也是有 很多的电影 创作 那其实我更想 了解到的是 阿克曼对你 创作有 产生了 什么样子的影响 就是我 之前的交流 会给我一种感觉 阿克曼甚至有一点 像一个 隐形的 就是 mentor 他 似乎对你 创作有 很大的一个 引导的 一个作用 我自己的话 我有一个 纪录片的 一个三部曲 然后 我16年的时候 在巴黎 拍摄了一个 美丽成就室 那是一个 13分钟的 一个 纪录短片 也是 但是不能说 完全的是 纪录片吧 是虚构 跟纪录 夹杂在一起 的一个东西 然后 在那个里面 我是 主要是 因为我也 也非常 执着于 母亲跟女儿 之间的 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是 我的创作 基本上 都是围绕 我妈妈 这个东西 出发的 然后 美丽成就是的话 是因为 我去到了巴黎 那个叫 美丽成 这是一个 唐人节吧 那是一个 然后引起了一种 非常熟悉 熟悉的 亲密感 但是又 同时又是 非常陌生 然后 我就想到了 我面对我自己的 回忆 包括面对我 和我母亲的 关系的时候 也是 引起了一种 同样的焦虑 因为 我的许多 童年的往事 都是 都是由我妈妈 口述 告诉我 然后包括 我去幻想 我母亲 年轻的时候 她的一段过往 那是我 没有办法 接触的 所以 我所了解的 她都是由 她的回忆 她对我 口转述的 回忆 所构成的 所以 另外的话 还有一部作品 是去年 18年在苏州拍摄的 叫《孤苏醒》 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 在同一个空间中 存在的 不同的时间的形态 那个短片 很 比较简单 是我妈妈 带着我去苏州 大公园 逛了一天的 一个 所见所闻 但是有意思的是 就是我妈妈 相当于一个引导 她相当于一个导游 她带着我去逛了苏州的这么一个公园 但是 她带着我逛的并不仅仅是实体的那个公园 同时也是她回忆中的一个 一个场所 因为她在 引导着我逛公园的同时 她不断地跟我讲述她过去自己的生活 以及 她小的时候 这个公园是怎么样的 她过去在里面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也是通过这些看似非常琐碎 跟平常的一种对谈中 然后 可以感受到我跟我妈妈之间的这种距离 这种亲密感 不能说是距离感 这种亲密感 然后这跟普通的纪录片创作 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也是从非常个人化 个体化的视角去出发 然后我非常喜欢胡以平的创作 我觉得那种轻盈的方式 我非常喜欢 就是 我纪录片的话 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 就是也是尽可能的用一种 我喜欢卡尔维诺的一句话 就是 轻盈是要像鸟儿一样轻盈 而不是像羽毛那样轻盈 就是这种亲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亲 然后我在那个 孤苏行李有引用到杨寻吉的 他是明朝的一个诗人的一句话 然后 那个剧录片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一个时令季节元素是琵琶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 正好苏州大学小巷里都是琵琶 然后杨寻吉有一段 有一句诗叫 归吉琵琶琶书 亦我天灵笛 就是 等到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琵琶应该已经熟了 请你怀 请你记得怀念还在这里的我 所以也是通过这些 很细小的寻常生活中的物件 然后 一些非常寻常的一些空间 去讲述 可以说是苏州普通老百姓 或者是我 对于我母亲的一些情感 对 这是我的一个 也是我创作的话 喜欢的一个出发点跟途径 然后我觉得 《香桃尔克曼》对我最大的影响 第一个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 一种女性的凝视 但是不单单是女性的凝视 更多的是凝视 是凝视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力量 就是在你长久的凝视中 一种不可欠的东西 就慢慢的浮现出来 你需要很耐心 很耐心的去进入到 不管是那种对谈 不管是对于空间 在慢慢的凝视中 有些东西就浮现出来 这是我从 我从她电影中学到的 最重要的一课 对 好 谢谢 谢谢佳琳 那我下一个问题 想问影评 因为我们之前在聊作品的时候 你也跟我分享到一点 就是让我特别特别出动的 就是小芳这个项目发生之后 你跟我们的母亲的关系有了改变 而且你跟我说 你也观察到了母亲自己的一些变化 就是她的一种 在迟暮的这种状态里的一种独立 这个其实还让我挺感触的 因为这种 这种体验 我觉得我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身边的女性身上也能看得到 因为这种独立 它并不是一定 要在具体的某个时间点发生 它在某个时间点发生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吧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种你观察到的母亲的变化 是什么样子吗 因为小芳这个项目 那个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她就是通过这个项目的话 因为不仅是我母亲 可能很多人她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项目 就是能够自己多赚点钱 那在中国现实社会里面 就是她能赚到钱 她就有自己的对经济和自己想要购物支配方式 我觉得在这上面的话 就是有一点自己的财务空间的这么一个自由 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了 所以当她一个月能拿到三千四千 或者五千块钱的时候 那她肯定就独立了一点 就是这样子 是的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 当然是每个艺术家 就是我们各自的冲作环境是完全互动的 那可能刚才我们讲到阿卡曼的时候 他这种 Jewish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 然后经历过这种二战的商控 导致她创作中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这种 以及更 经济上的一点点的变化 其实对于个人的精神前面来说 她的影响力其实是巨大的 我还记得你跟我讲 说你母亲还有她的这个 就是女朋友们 他们以前经常就是这个空间的时候 去小镇上那个打麻将什么的 也是要花花小银 给她途个乐的嘛 然后你跟我说 后来因为大家就是 就是最经厉害 在编织 在做项目 就是在跟小方做生意 导致了这个 大家都不去打麻将了 然后麻将馆都倒闭了 然后麻将馆的老板娘还加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奇 特别有意思的这种 就是你影响到一个 收受影响到一个 一个设计的这个文化的变化 对其实这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 非常精彩的一些片段吧 就是就是确实那个现在那个麻将馆老板娘已经成为我们那个小方会所里面一个 对还有一个聋哑的阿姨 因为她一辈子都没有挣过钱 然后她是这里面最最勤盛的这么一个阿姨 她早上可能五点钟就起来开始吃 她一天可以吃六顶帽子 对了是她 就是动力蛮大的 就是可能对某一些 我觉得对某一些阿姨是影响蛮大吧 但是对某一些阿姨来说 她就是她就是打发时间 然后她就是喜欢做 就可能她的意识形态里面就是说 那打麻将都要输钱 那我要挣钱 也输也都挺好 她就说我也可以做得很有意思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 她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狭小的一个小镇里面吧 她是可以被传染的 就是大家会有就是有这种传染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那个毛线比基尼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没有人愿意做 因为支胸罩嘛 那大家都在那个太阳下面支胸罩 这个 年轻的阿姨吃了一个毛线比基尼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用金钱去奖励她 紧接着很多阿姨 然后还能穿这么多钱 那我们也来吃吧 然后就 就是 就是去 就这么一点点的 不管是 就是想办法 或者是 就是各种层面的去鼓励他们吧 就是这种感觉 刚才信号 观众就是稍微介绍她背景就是 这是发现 这是发现的 我觉得 其中一个阶段就是 法国公司就是跟阿姨问说啊 我们要就是需要一匹比基尼 所以就是阿姨问当时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创作比基尼这种 在 就是中国社会里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 害羞啊 大家不太把它放到台面上去 你们之前有一个就是 织绿帽子的一个项目 这个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织绿帽子是中国女人经常就是不会去碰的 因为考虑到社会里对她的这种 所谓的一些对于就是男性自尊心的一个考量吧 但是阿姨们反而是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去激发了他们这样子一个 就是 就是去去 去去 有些很 很自信 但又 又很 又很 很自信 让他们 无所顾忌的去创作这些绿帽子 这也是让我觉得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方的一个过程 下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Stella 那 Stella 你也可以根据我们刚才一起在讲这种 女性身份啊 包括这种母子关系啊 我对 就是我对你的了解 我知道她 作为一位母亲 我知道你也是 会把这样子的独特的呃 身份和这样子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带到你的创作中来 然后我也想知道那 嗯 几年过后 临时也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阶段 那你现在创作中你有什么样子的 嗯 着重点 你有什么特别关注的一些 嗯 或者一些思考吗 好的 其实像我们如果要是说女性本身的这个处境 她肯定都会跟这个当时就是你所处的这个文化语境有关 比如像我从中国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是在中国长大的 嗯 那么在中国它的呃 政治因素造成的这种 就是我们从小是在一种压抑状态下成长 是吧 所以她和这个呃 呃 父权社会的这种影响和这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她她对中国女性的这种感受和在我在日本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日本同样就是全球化的她是女性问题 日本同样有呃 呃 女性的这种就是呃 呃 本身的这种地位的跟男性的巨大的差异 但是她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自我约束 所以我从中国到日本 我就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这个处境是非常不一样的 虽然同样都存在着很大的就是性别问题 那当我来到美国以后 美国的女性平权实际上已经走了 呃 已经有好几波 已经这样经历过 但是 但我们在看到的时候 她一直是跟这个种族问题又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我人在美国我会面临的就是你做一个亚裔女性 你可能是一个重叠身份 她的这种你你所面临的问题和你的身份 一直是在流动中去呃 影响着你个人的生活 这些这些东西她没有办法 她肯定是一种不稳定 就是让你在呃 心理层面会对很多事情 事情上会有一个自己一个特别的角度去观看 那像尤其这一两年 当然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都就是基本上就整个的生活秩序 还有这个生活的状态全都打乱了 那这种会完全就是呃 下下边会发生什么 就是存在于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焦虑 在这种焦虑情况下呢 我觉得呃 人可能对自己的这种渺小和脆弱 和对生命的这种就是转瞬即失的这种感受会特别强 所以就是人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脆弱 是我最近就是比较关注的一个一个就是 除了性别当然它一直是交叉在那边 但是这个脆弱实际上是人的一个共性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 不管你是人 你从事哪哪一个地域里面生活的 这是全球同样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那作为一个女性的话 她本身她也不是一个一个概念的 她每个人她可能就是说她的年龄啊 或者她的个性她的经历 包括她来自的这种就是 这种文化语境 她的她的这个阶层 或者她的职业都会影响到她面临的问题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会看到自己的脆弱 这个脆弱实际上就是要 我觉得尤其作为女性慢慢学会怎么样去 用自己的方式去接纳自己 接纳就是人的不完美 接纳女性本身的实际存在的一些现实上的问题 那像我这一两年的作品 是在跟性别和疫情之下 人面对的这种焦虑和这种恐惧感 包括这种孤独感 是就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觉得你面对的事情是发生的事情 或是你想象出来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做的东西只能是 是对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回应和记录 所以这两年我的作品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但是它的变化我觉得是很真实的一个 一个发生的一个 在你一个个体人 个体艺术家身上就是你能体会到的 和你能感受就是用自己的这种 尽可能用自己的比较独特的方式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是的 那我们也期待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如果观众朋友有问题 想问艺术家的话 现在可以比如说在我们那个 chats里面可以留问题 如果大家就是comfortable ok的话可以直接就是 就是unmute自己然后提问 有没有观众想要问问题啊 大家不用害羞 那给给观众一点时间 可以随时打断我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呃 周末项目的这个公教项目的马拉松 好了 那今天呃 就是parasite和外海美术馆 我们一共推出了三呃 三个公教项目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女性主义的呃 呃panel讨论是第一场 那接下来在三点的时候呢 呃 我就给大家谈到 三点的时候呢呃呃 呃呃我们外海美术馆的呃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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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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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 两位的一个对谈 SIDA是 他的摄影是一直非常关注香港的 然后他曾经是在香港 作为一个这个帮拥 所以其实他关注的很多点都是 香港就是非常多的这个 domestic worker 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他们在香港社会的一个生活的现实 那四点钟的时候呢 比利和我们另外一位 外滩美术馆的策展人同事 徐天天 大家会组织一场 关于身体与屏幕之间的一个讨论 那展览的四位参展艺术家 何千彤 李爽 吴家如 周涛 他们会加入到时候的线上讨论 所以请各位可以继续 留在这个Zoom上面 或者是说稍后在三点 或者四点的时候 再次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 那观众朋友们还有问题吗 或者艺术家之间 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要问对方的一些东西 no pressure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告一段落 好的 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现场 好好 我们看一下现场 那我再一遍看着 对 就好多人 然后就是我们的销售 在帮我们 在卖我们家的表 所以刚才有时候离开 他们会不知道价格 然后就是这样 哇好大 这是在北京 北京名声 有点卡 可能有时候就是移动的时候 那个网络信号就会变得差一点 好吧 平平现场的有多么的热闹 那就先告一段落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之后的两场对谈 那也非常感谢嘉丽 很感谢 然后也感谢已经调新的影评 今天加入到 我们的这个艺术家的panel中来 对 希望观众朋友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香港看展览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parasite和外滩美术馆 其一的项目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 我来把这个应用设置一下 好 大家可以留在这个对话里 或者是稍后再加入就好了 那谢谢各位啦 谢谢 拜拜 谢谢安琪